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拿督·莫哈·莫纳因日前表示,伊斯兰发展局正在考虑一项提议,即要求不提供猪肉或酒精的餐馆和食品公司强制实施清真认证。 随后,民主行动党全国副主席兼是不爹国会议员郭肃庆认为,要求不提供酒精或猪肉的餐馆和食品公司获得清真认证,将加重企业负担,损害消费者选择自由,同时违背国家多元文化精神,甚至可能让我国沦为国际笑柄。 此番言论随即引来包括乌清团长拿督·阿克马,以及土团党青年团长袁怀绍等人的抨击。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昨日表示,警方目前收到五份针对郭肃庆言论的报案,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298条,伤害宗教感情,第505B条文破坏公共安宁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不当使用网络设施或网络服务,展开调查。 拉扎鲁丁向东方日报记者表示,郭肃庆将于明早时时前往五级安曼刑事调查部特别调查小组陆共驻查。 同时,郭肃庆也证实此消息,并配合警方陆共安排。